大黑牛妹妹尽照曝光,与范冰冰神撞脸,网友不是一家不入一家门。 赵丽颖和冯绍芬结婚之后,范冰冰的那件事也算是告了一段落。 就连最近看见范冰冰露面也非常之少。 虽然范冰冰那件事之后大黑牛也曾出面,但是都被网友大骂。没办法呢? 自从李晨求婚成功范冰冰,李晨一家人也先少出现在媒体面前,不少网友对范冰冰家人也先有听闻过。 特别是范冰冰的弟弟范诚诚。不过李晨对范冰冰家人非常照顾。 李晨曾在录制《约巴大明星》的时候就在节目中透露过自己还有一个小自己18岁的妹妹,而范冰冰也有一个小自己19岁的弟弟,怎么看也很有缘分嘛。 之前就有网友爬出李晨和他妹妹的照片,当时李晨妹妹还没有出国留学的样子确实很土。 但是现今不仅变漂亮了,而且与范冰冰神撞脸。 照片中李晨妹妹挽着李晨的手臂,而范冰冰就在旁边两人一对比,还真有几分相似。 尤其是两人的五官脸型。 随后就引来了不少网友留言称不是一家人不入一家门。 而细心的网友就会发现范冰城是不是也越来越像李晨了呢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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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明镜与点点栏目